为期四天的2023亚洲通用航空展 昨天在珠海开幕 一批通用航空领域最新技术产品和成果 其中亮相 展会吸引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250家航空企业参展 静态展区超90架飞行器参展 随着亚洲通用航展的开幕 珠海形成了双年看中国航展 单年看亚洲通用航展的双航展格局 开幕当天 欧洲穿越骑士、湖南山河等四支飞行表演队 进行了70分钟的空中表演 展示了空中双心、对冲、俯冲等多种特级飞行 听说他们以前都是专业飞行员 为他们点赞 新产品、新技术、其中亮相 全方位展示行业发展潮流 这款远景SF50飞机 配备了一件返航功能 应急情况下飞机可自主飞行降落 还有中国第一款获得 试航证的轻型运动飞机 阿若拉系列飞机 具备高原起降能力、自动驾驶能力 均是航展上的明星机型 航展看到我们中国的飞机 冲击力还是蛮大的 代表着中国通用航空技术 新突破的七款通用航空领域 最先进的发动机其中亮相 首次亮相的AES100发动机 油耗指标更低 性能表现更优 AES100发动机 是我们现在正在设计研发的 一个涡轴发动机 它以后的应用场景就是 单发三吨的和双发五吨到六吨的 这个直升机 和现役的同等发动机的油耗指标 降低7%到10% 并且以后还有15%到20%的 功率扩展的空间 性能表现非常优异的一个发动机 AES100系列发动机 不仅能安装在直升机上 通过模块的更换 以及不同的动力输出方式 可以适配在公武机 无人机等不同类型的通用飞机上 进一步扩大发动机的应用领域 这台为城市交通设计的 垂直起降飞行器AR300 最大起飞重量360公斤 通过快拆模块设计 可以快速将载人模块 换成运输模块 完成城市短途物流运输任务 整个驾驶舱拆卸之后 可以快速更换成一个货运的货舱 最快的话 巡航速度可以达到100公里每小时 大概是30公里左右吧 不需要机场跑到要几千米这样长度的 小的一块平地 它可以直接起来或者下落 但是有无人可以随时切换的 更智能 更人性化了 感谢了 我还不创作用 东西 设计 撒